院長要為當輕艇 高端和超級當輕艇 哀鴻是超級內閣和高端內閣 陳建仁到立法院拜碼頭 遭到媒體包圍 但不管記者怎麼喊話 他始終無動於衷 隨乎和幕僚拼命 黨媒體卡鏡頭 媒體主任裝作沒聽見 但到了在野黨 這炮火殼躲不過 敗選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治安問題 88槍的兇手還抓不到 一千萬兩千萬黑金疑雲不斷 當初陳建仁力挺抄襲的林志堅 沒想到抄襲的沒事 被抄論文的余正煌 卻傳出遭到調查局調為內琴 求後算賬 他把他調到內琴 等於廢掉他的武功 他最大的戰場就是去調查 結果你現在把他調到內琴裡面 做文書處理 這當然是類似的講調 林志堅如果是頭號斬喚 余正煌就是斬喚的殺手 政府抄收一兆多的稅收 陳建仁上任 立平四月初普發六千 但國民黨當面炮轟發太少 也發太慢 我們希望每個人發一萬塊 發現金 很快的我們在三月中 就可以把它發放完畢 不是不能 而是你們不為 還稅漁民這樣的一個計畫 簡單的六頁 就要四千多億 其中有一千四百億 是空白授權 我們看不到到底要做什麼 絕對不是空白授權 而是會提出一個很完整的預算案 還稅漁民一拖再拖 但清算戰犯卻十分神速 新內閣上陣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新作風 記者謝宏 路史國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